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兩名和尚 敬禮殺家正空喪事 敬禮十六世大白法王喀瑪巴 敬禮圖登大禮喪事 我們敬禮坦誠三話 敬禮今天同學的本聚 對我們天然房財神爭巴 師母 敬禮咖措圖登實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以及各位同盟 和網路上的同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師尊晚安 小朋友 講師 請死 聖文 請 請 請 今允 請 請 請 啾啾啾 啾啾 啾啾啾 啾啾 啾啾 今天有這個 越南的這個弟子來 所以多念兩句 他叫著 啾啾 啾 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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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 趕 先早 講幾句越南話 越南話 這個 這個 是從鼻音發出來的 所以那個 以前 常常在講越南話中 啾啾啾啾 啾啾啾啾啾 啾啾啾啾 啾啾 啾 這個 這個 真巴拉 我們知道 以前講過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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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 所講的 是不一樣的 是不同的 然後你們 查一下那個 七正財 誰能夠講出 佛教的 七正財 信 信 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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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慰 智 就是 智 路诗的诗 另外一个就是 慧和智慧 七个 佛花里面的所谓的财 不一定指 money 不一定是money 那个是佛花里面的七正财 跟我们沙博世界所讲的财 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不同 那是七正财 我们在俗世的这个财 我以前讲过的 在大地 这个地神啊 监牢地神 或者这个 监牢地神 我们想着监牢地神 他是大地 最有钱的 因为你知道大地啊 里面的所谓的七宝 全部出于大地 现在的很多的有钱人 大部分都是有不动产 不动产很多 有土地 有土地 有房子 有豪宅 不动产 其实都是在大地 都是在大地 跟大地有关 你所有的那个 这个 贵重的金属 很贵很贵的 属于金属类的 像黄金 这个所有的宝石 所有的鑽石 所有的鑽石 全部来自大地 七宝 全部来自大地 所以监牢地神 当然是最有钱的 我们很晓得在海里面 最有钱的 就是龙王 龙王最有钱 这个龙宫宝殿 你到了龙宫 以前有谁去过龙宫呢 这个释迦牟尼佑 他有去过龙宫 龙宿菩萨 他也去过龙宫 他也去过龙宫 那师尊呢 也去过龙宫 那龙宫 这个龙王 他是最有钱的 我们常常讲 在天上最有钱的 那就是四天王 四天王最有钱 像龙宫天王 增长天王 寡默天王 持国天王 四天王 正守西渝山的东南西北方 东西南北方 每一个宫殿 都是七保守城 每一个宫殿都是七保守城 每一个宫殿都是七保守城 有谁知道? 有的讲说有榴梨盖的 有的用水晶盖的 有的黄金盖的 黄金、琉璃、水晶 这些都很贵的 你们盗过那个 我们小的还有一个白金也是很贵的 白金也是很贵 盗过,那个地方叫什么? 奥地利是啊? 我去讲说,水晶盖的那个 我讲奥地利,你就讲那个定名出来 单单的墙壁多少钱呢? 我们下去看的时候,看那个水晶墙壁 所有的水晶全部在那个墙壁上面 那个水晶墙就价值多少? 我们查一下,手机可以找得出来 总之啊,都是很贵的 那四天王本身的宫殿就是那个造的 当然还有比四天王更富有的 那个宫殿啊,在这个玉界天里面 还有,这个所谓的三十三天 中央刀利天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 数不清的这个珍宝 都是很贵的 那是属于玉界天本身的财 那我们学佛呢? 我觉得这个财,这个事情 你说 学佛的人如果没有成 像我们讲说,我们不讲 以前在上座部规定很严的 上座部佛教分成 佛在这个离开以后 所有的僧人或者大弟子 他们属于上座部 上座部 有的是属于大众部 再来属于大众部 佛教有部派 部派的份 上座部 他可以讲 完全按照释迦摩尼佛那时候的戒力 再走 戒力比较严 大众部 他就是比较宽 宽 比较 戒力比较宽松 比较方便众生 方便众生 大众部 所度的众生很多 上座部 要守上座部的这个戒力 他们是不可以碰财的 不可以碰 也就是 你所不能够去碰财 戒力很严 但是他们有时候是用 如果我们用筷子的 就用筷子是假 用筷子是假 那是属于上座部了 戒力很严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学佛大部分来讲 大众部比较多 上座部已经很少了 上座部比较少 大众部比较多 大众部 他就对于这个戒力方面比较宽松 肚的众生 也就比较多 那佛教是有这样子 以前 炎的时候非常的炎 在上座部非常的严格 在大众部 他就比较宽松 那现代的佛教呢 你看 那个 越大的教团 他的减越多 我们中国中的教团 当然 可以讲是已经脱离盖帮 哈哈哈哈 但事实上啊 真讲实在话 以台湾为例子 那当然最有钱的就是 最大的佛教教团 就是慈地功德会 再来是佛光山的教团 他们本身的钱财是不得了的 是不得了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你看佛光山所盖的这个宫殿 整个这个大树的佛光山 那个 盖出来真的是 非常的飞凰 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庄严 那么慈祭功德会 他的教团非常的大 非常的广 所以他们虽然盖的是是飞色的 但是我到花园 到了慈祭功德会 看到他们的这个殿堂的时候 也下来一跳 甚至在坛子 我看到慈祭功德会的痰子的医院 他盖出来的那个医院 哇 就像城堡一样 很大很大这样的城堡 一进到大厅 一进到大厅 我在坛子的那个 进去大厅里面一看 天哪 比喻也没现在这个 生活中的祖庙 西雅图雷藏 西雅图雷藏 三厅 大厅 我看到有百倍 我们这个厅 那么小 加起来 允蛋并加起来 不过四千尺 人家的一个大厅 我看到 哇 哇,那個往前一望,他們那個壁畫真的是非常的勉勵呀。 那是什麼做的?我一看,全部都是錢貼在上面,有錢才能夠做啊。 你們有錢能夠蓋何寬山嗎?不可能。 你們有錢能夠蓋那麼大的,像矛盾一樣的,那麼灰色的,一大片的? 哇! 哇! 所以我們呢,這主要那幾棟房子真的是人家的草寮啊。 草寮 草寮,趕快祈求他。 草寮啊,把所有的這個黃金啊,美潮, 有E.S.Darley,Golden,and the Diamond,通通賜給我們。 我們還好,有些弟子中了獎,有些弟子中了獎。 這個,在台灣雷尚寺,也有很多的弟子中了獎。 在西雅圖,也有弟子中了獎,在台灣很多人中獎。 還有我們也有中樂透獎的,第一樂透獎。 曾樂宗的弟子中了樂透獎。 還有這個,台灣雷尚寺有好幾個中了獎,以前都講過了嘛,中了獎。 他們中了獎,我叫他們也不要講出來,因為中了獎也是很危險。 以前也不能太露財,不能墨擺。 我說以前我們那個,在台灣雷尚寺,我常常講那些那個, 那些來的那些,所謂的貴賓啦,貴賓銀丹。 貴賓銀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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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说,好,我知道,你中了假,我要讲出来。 他说,叫我不要讲,你不能讲。 因为我儿子女儿都不知道我能这样讲。 他们儿子女儿都不让他知道, 因为你也得给儿子女儿知道啊, 他的儿子手头已经很宽了, 一直在发他的钱,他不让他知道, 因为知道的话,一定他腰的更多。 所以,但是应该随众讲, 才会把钱拿出来,盖像活欢山, 或者教团,跟慈祭功德会教团, 这么大呢? 不敢想,不敢想。 这个四天王,保佑的我们。 老师问小民,如何解释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老师问小民,如何解释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小民回答,比如说,你家漏水了, 楼下的邻居就会上来。 没有道理,小民很聪明啊, 我们这里不一定有人比他聪明。 老公对老婆讲, 亲爱的,感恩由你,陪我一路走过来。 这些吃苦的日子,辛苦你了。 老婆回答,现在吃苦没关系。 等你以后有钱了,你就要。 你如果敢抛弃我,你就死定了。 老公回答,亲爱的,你放心吧。 这不止我不会有钱的。 这个,有钱也有好,也有不好。 现在进入,你问我答。 马来西亚,莲花蜜红问的。 典礼师尊,请问放生遗鬼, 有没有一定要在动物听道的范围做念诵? 你在做念诵的时候动物要听道。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放生有延长寿命,超度至净土的意义。 不一定需要把动物放到大自然。 地址观察城市范围放生。 动物一般是死的多,活的少, 或没有适当的居住环境。 地址有一个想法。 做放生可以配合当地, 照顾流浪动物的组织。 钱可以兼给该组织,让他们发挥。 行者为动物做放生遗鬼的念诵。 帝主认为这样在各方面比较有效力。 请问师尊,这个样子做符合放生吗? 他的问题。 关于放生遗鬼, 你念给动物听。 动物听得懂吗? 问题,动物听得懂吗? 所以放生遗鬼, 不是念给动物听的。 是念给自己的心听的。 做遗鬼念经, 你在这里念经, 念阿弥陀经, 你是念给阿弥陀听的吗? 不是啊! 不是念给佛听的, 是念给自己听的。 你要照佛经的, 去实践你自己的修行。 是念给自己听的。 所以放生动物的时候啊, 把动物或者水煮, 放鱼, 放鸟, 不是念给鸟听的, 也不是空中飞的。 水里游的, 水里游的, 地上爬的。 不是念给他能听的, 是念给你心里听的, 让你产生慈悲心, 让你自己偿养慈悲。 是要自己做到的, 而不是让动物听的。 关于他想出来的, 他说, 他的观察, 钱可以捐给该组织, 让他们发振, 行则乐动物做放生于鬼的念诵。 弟子认为这样子比较有效力, 请乐师尊这样复合放生吗?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可以, 好像流氧狗的收养中心, 你去监管, 监管, 给他们好好的照顾那些动物, 那也是一种放生。 我认为, 在现代来讲是可以的。 你要放水煮, 放水煮, 也就是说, 海里的, 海龟放到海水里面, 淡水的龟就放在淡水, 淡水的龟要放在淡水, 海里的放在海里, 湖里的放在湖里, 河流的放在河流。 不可以混乱, 或者就变成放生, 就变成放死。 让他在大自然中, 能够适应的地方去放生, 这个是对的。 或者你捐给照顾流浪的狗的地方, 捐给他们, 也是一种放生。 我认为, 那个也是一种放生。 所以这个马来西亚人花利红, 这个延长寿命, 超度至净土的意义, 都是有的。 但是最主要的是, 尝养你因为慈悲, 所以你才放生。 这是尝养你自己的慈悲心。 这放生的药益在这里。 有时候放生, 也不要随便乱放。 现在, 我听说有人放那个毒蛇。 啊, 毒蛇, 他收集很多的毒蛇, 然后跑到这个, 那个虫里面去放。 那登山课啊, 很多的登山啊, 早上去爬山的, 都被水咬了, 都被毒蛇咬了。 虽然是慈悲哦, 有时候也要有这个, 要有智慧。 有些是可以放生的。 但是, 我现在也有很多的动物保护协会, 动物保护协会。 你跟鲨鱼讲, 在潜水的时候碰到鲨鱼, 鲨鱼要吃它。 你跟它讲, 我是动物保护协会的, 你不要吃我。 我是保护你们的。 好! 找不进去了, 管理什么动物保护协会的, 他不懂啊。 所以放生要有的智慧。 这个第二个, 台湾, 林花婉宁问的。 请问一下, 弘光大成就里面有教, 有谈到, 密教七易成佛法。 请问, 人快往生的时候, 是观想此法呢? 或是想灵魂直冲上顶峭, 指光后目光成佛恩。 或是第一个时间, 在两三秒, 观想指光后目光, 没有成功的话, 就是以后四十九天内, 每天都是观想阿日, 勾至, 勾至后日的观想。 这样对吗? 所谓七日成佛法, 是这样子的。 你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啊, 你的意念, 把自己想成后日, 把自己的身体, 你的肉身, 或者你的心事, 观察成为一个后日。 那一阵目视啊, 你就观想成为阿字。 阿字。 这个阿, 观想成为阿字。 阿本身有一个勾啊, 有一个勾, 是勾起来的。 阿字。 阿字。 本身有一个勾子。 那你这个勾子, 跟你这个后日, 后日是一点, 一个签。 一点, 一个签, 刚好勾住那个签签。 那是属于七日成佛法的观想。 这整个一阵目视, 你把它观成阿字。 把你自己观成后字。 当你要走的时候啊, 你观想, 阿字, 攻字, 后字。 那一攻, 你就可以往生佛国, 往生佛国净土, 可以有成就。 当然这个要凭着, 平时的练习。 师尊平时的练习也是这样子。 那么, 他这样的问道, 密教七日成佛法, 请问, 人快往生的时候是观想此法呢? 或是想灵魂直冲上顶峭, 指光或勇光成佛呢? 这两者都可以。 两者都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 你自己能够那个时候, 能够把你的地水火红的气, 集中在你的心, 在你的心。 所以, 十六岁大巴黄在走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人要离开沙婆世界的时候, 心中最重要是有它的光明。 你要保持自己心中的光明。 这十六岁大巴黄讲的。 他是在Chicago, 美国, 芝加哥, 离开。 离开这个世间, 在芝加哥离开。 他也是躺着, 然后观想心中的光明。 这个光明呢, 可以自己当这个顶峭。 它顶峭本身是打开的。 平时有论开顶法, 密教的都有论开顶。 这破瓦法, 这开顶法。 有开了顶的, 直接用你身上的地水火红的气, 跟你身上集中的气, 把这个光提到顶上, 直接从顶峭出去。 那个宇宙的光, 你的自己的光进入宇宙的光, 就像一滴水进入大海一样。 这个叫止光会母光。 止光会母光。 你们顶峭有开顶的, 几手? 已经开顶了。 开了顶的, 请几手。 有修破瓦法的。 你开到顶了, 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用眼镜看得到吗? 看到了。 看到了。 你自己怎么看到? 用镜子照吗? 对。 谁就先用眼镜看得到吗? 用眼镜看得到。 哦。 好, 没关系, 请坐。 这个顶峭一定要开的。 我们出生的时候, 顶峭是开的。 小孩子, baby刚刚出来的时候, 他顶峭是开的。 然后慢慢再合起来, 再补起来的。 你在修法的时候, 经常冲顶, 他顶峭因为开的。 是密教的法。 密教的法。 他周外直接通到顶峭。 师尊的顶峭是开的。 你们可以看得到吗? 以前看过吗? 对不对? 对。 以前给大家看过吗? 看过来, 现在就不用看了。 这边开了顶的, 你记得心中的光明, 然后把气印到你的心, 然后往上推。 从中脉推到这个顶峭, 从顶峭出去, 就一定成就。 那我们记得啊, 师尊在做这个中英签示的时候啊, 是说, 开天门, 闭地峭, 塞人路, 逐轨道。 这四句话。 一个是开天门, 把你的顶峭打开。 这是中英签示法, 把你的顶峭打开。 然后呢, 闭地峭, 不要到地义恶鬼出生去。 因为地义恶鬼出生, 从哪里出去? 从你的密轮出去, 都是地义恶鬼出生。 从你的底下肛门出去, 也是地义恶鬼出生。 从肚门出去, 从肚门啊, 就躲宅啊。 我们小孩子出生的, 这个baby的营养输禁管, baby的时候是由这个祭林这边的肚门, 输送营养, 母亲的营养是直接到小孩, 到baby的。 那个地方也是一个门, 就把那个门也塞住。 再来塞口的门, 塞鼻子呼吸的门, 塞两个眼的门, 塞两个耳朵的门, 全部要塞住, 只剩下一个顶峭, 让它开。 要开天门, 闭地覆, 塞人道, 塞人道, 足鬼路, 塞人道, 不要到人道来轮回。 足鬼路, 不要变成中阴。 然后呢, 还要山徒, 地狱, 恶鬼, 出生, 阿说罗, 都不能去, 只能够从顶峭出去。 这个是一个方法, 止光或母观成活, 就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你把自己的止光, 观成后裔, 把宇宙的光, 观成阿制。 这也是止光或母观, 这是唯一往生的方法, 往生佛国净土的方法。 唯一到佛的境界, 世圣界, 或者是天道的方法。 这是跟台湾文化晚明合答的。 所以你看那个, 这个七日成我法, 跟止光或母观, 是一样的, 是相同的, 只是它观想的方法不一样, 观想的方法不同而已。 老婆讲, 我老公讲, 亲爱的, 你觉得我身材怎么样? 老公讲说, 还可以啦。 老婆说, 可是, 我的好朋友说我没有腰。 老公说, 他瞎了眼, 他瞎了眼啊, 这么粗的腰, 他居然没看见。 所以没有腰跟粗的腰是一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脚非常的臭, 有一次, 他的脚被毒蛇给咬伤了, 抢住了六个小时, 毒蛇才脱离生命危险。 真的, 这个老公是唯一的好处, 就是有人可以听你讲八卦, 不用担心他会讲出去。 老公跟老婆之间, 老婆讲八卦给老公听。 老公的好处是说, 他不要把这个八卦再讲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没在听。 这也是笑话, 这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常情的事情。 人之常情。 今天我们讲金刚经, 我今天讲有一个重点在这里。 他讲说, 若父有人, 得人事经, 信心清净, 寄生实相。 当知世人, 成就低稀有功德。 大部分我们讲经的人对这一句, 没有什么话好讲。 为什么呢? 如果有人听到这个经, 他产生了信心, 而且这个信心是非常清净的, 他就生出实相, 他就真正的懂得什么, 什么叫做实相, 实在的相。 要知道这个人, 成就低稀有功德。 是低稀有功德。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很简单嘛, 可以几句话等于是白话一样嘛, 也就不用解释了。 到这你要注意, 信心清净, 寄生实相。 注意这四个字, 信心清净。 注意这四个字, 信心清净。 很多人都认为, 我幸福啊, 我幸福啊, 我很清诚啊。 那个就是信心清净。 我是全信, 全信。 全信, 全信就是我完全信仰佛教。 那就是全信。 那就是全信。 或者可以讲, 我是全信。 什么叫全信呢? 一点怀疑都没有, 那是很全信啊。 那, 像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差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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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非常纯, 纯到可以。 咦? 那个是不是信心清净啊? 我当然信啊。 我相信我的本尊, 亚瑟金,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 你会很纯啊。 我什么事情都告诉他啊。 没有隐瞒啊。 我能不能这样就生十相。 不可能的。 这里的信心啊, 不是讲信仰的那个信心耶。 这个清净啊, 这两个字很重要啊。 那个才是实践啊。 信心是要用实践。 实践了你的信心, 才叫做清净。 那是表面上的信仰耶。 不是表面上的信仰耶。 真的。 所以大家有信心清净, 哎,我就生十相了。 不是信心清净, 这不需要你去实践。 实践什么?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那个才是真正的存。 真正的存。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无不 Took way from being Jawab 佛教的用語,全數三計,橫遍十方 全數三計,就是你的過去,現在,未來,成為一貫 橫遍十方,上方、下方、八方,不止盡的礦管 這個才叫做信心清淨 這個全數三計代表什麼? 時間 代表時間都是清淨的 代表你過去世,你是清淨的 現在世,也是清淨的 未來世,也是清淨的 然後再來,橫遍十方 上方也是清淨的,下方也是清淨的 八方全部空間 橫遍十方就是空間全部清淨的 我要舉一個例子 我常常舉這個月球 月球 什麼人都沒有 一片大地 沒有生物 沒有生物 有沒有生物,到底 目前科學 講起來 我是說 如果把它看成完全 通通沒有生物 月球上 連個人都沒有 時間 對月球來講 有什麼欲出 有什麼壞處 沒有 不影響 對不對 時間 時間沒有什麼影響 空間 也沒有什麼影響 我講 我在月球 我是大地主 哪一塊地是我的 沒有用的 沒有什麼價值感 空間 沒有什麼價值感 又覺得土地有價值嗎 也許將來可能有 人只要上去 月球的話 可能在那裡蓋一個西爾頓大飯店 在月球上蓋一個西爾頓大飯店 你在那邊等吧 等著太空船去的話 對你的西爾頓大飯店 賺US大雷 你在那裡 拿到US大雷 不等於是子嗎 你那個子 能用嗎 在月球上能用嗎 用在地球上才有用 就算在月球區 你住在西爾頓飯店 他要的是房金 你要房金有什麼用 在月球上也用嗎 也沒用啊 也沒用啊 這個才叫做信心情境啊 大家稍微 用你的腦筋想一想 你心無虛空 這時候我在講呢 你心就像空間無邊廣 廣大 你的心中 像月球一樣 沒有什麼叫做善 什麼叫做惡 對你來講 對你來講沒有 也沒有這個我 也沒有眾生 也沒有時間 也沒有空間 這個純度 叫做第一名 這個才叫做信心情境 這個時候才升起十項 很多人講 絕對不會講到這一點 我告訴你 沒有人不講到這一點 孔子為什麼要去問道於老子 孔子是聖人啊 為什麼要去問老子呢 問老子 跟他講道 給孔子講這個道 他講的是什麼道 他講的是什麼道 老子講道給孔子聽 孔子是中國的聖人 已經很偉大了 但是他講道給孔子聽 他講的是什麼 字須兩個字 字 字就是道達 須 完全進空 字須兩個字 字須是什麼 字須才是道 這個很深了吧 字須才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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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跟孔子講 字須才是道 你來問我什麼是道 我跟妳講 字須才是道 字須就是實 實相的實 字須才是實 實相的實 字須才是實相 字須才是實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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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哪那麼簡單 哪那麼簡單 如果那麼簡單 那孔子不用去問老子 字須才是實相啊 字須才是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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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後再接下去 實相就是非相 字須才是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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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虛 就是沒有相 實相就是沒有相 實相就是沒有相 所以以後來說 名實相 才叫做實相 這句話妳才能夠懂 或者妳聽不懂 為什麼實相是非相 非相 非相才是實相 老子已經講了 字須就是實 一切都是沒有的 才是實相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講 信心清淨 這詩這個字 不是很容易解的 今天是指引盧世尊 能夠講出來 大家都知道 孔子願道於老子 孔子願道於老子 但老子到底跟他講了什麼 自虛 自虛 自實 是實相 就是非相 就是非相 才能夠接下去講 師尊 是實相者 即是非相 事故如來所而明實相 這樣聽不 這樣聽不 可是蔣經當中要講出 他最重要的那一個點出來 你講不出來 你講什麼 你講什麼 驚驚驚 這是不壞的經典 這是不壞的經典 自虛怎麼會壞呢 風向怎麼會壞呢 都是不壞的啊 沒有時間沒有空間 怎麼會壞呢 要達到這種境地啊 才是佛啊 差一點都不行 今天只有盧時中懂了這個道理 你去看人家 那個獎金當金的很多案 很多人獎金當金 我不騙你 很多法師都獎金當金 他沒有想到啊 信心清淨了 我這樣一講 你馬上知道 實相就是非相 非相也就是實相 你馬上可以 一下子就了解了 我不這樣子解釋 沒有人可以知道 表面上 給他撩過去 就走了 講的那個都不就是金當金 那是有壞金 會派起的金 所以盧時中講的金當金 是不壞的金 他不會壞的 有回歸現實 讓老婆開心的方法很多 然後 Kiss 他會開心 Huck 他也會開心 陪他玩耍也會開心 打掃 衛生間也會開心 陪他回梁家 陪他逛街 買銀牌包包衣服 他都會開心 幫他洗衣服 早一點回家 田園蜜蜜 時刻保持聯絡 給他驚喜 給他按摩 聽他講 一直聽他講話 這是給老婆開心的很多種的方法 給先生開心 只要有一種方法 不要去管他 不要去管老公 他就開心 阿嬤阿嬤